黄晓明儿子曝光,baby整眉整一看就知 原油题,黄晓明儿子曝光,baby整眉整一看就知 baby在香港顺颤生子,黄晓明及双方家人都提前抵港并全程陪护母子左右 宠妻狂魔黄晓明从此又要多宠一个人喽,祝福AH夫妇 而黄晓明下午也发了张和儿子小海绵的照片,小手萌萌哒 小海绵这个秘称挺有意思,众所周知,黄晓明和Angela baby最早结缘是在2009年5月 当时黄晓明去台湾拍电视剧,拍摄至于再一次唱K时认识了baby 还没系好多,还做了效果图哈哈 2009年9月,黄晓明主演的风声在台湾首映,baby也前去捧场支持 2009年9月,黄晓明主演的风声在台湾首映,baby也前去捧场支持 当时黄晓明就对baby很照顾,还把他介绍给华裔的几位老板,推荐他出演全程热恋,据传就是那时两人好上的 p.s,baby在2009年12月突然宣布和陈伟霆分手 后来,阿萨和陈伟霆在2010年10月份公开恋情时,baby还讽刺阿萨是小三 两人隔空护司 而陈伟霆则迅速跳出来反驳前女友,力挺阿萨 以前的娱乐圈真精彩阿,而且主角们现在个个都是万了 总之这几个人剪不断里还乱的 X角面,有部分时间是重合的 再说回baby和黄晓明哈,2010年4月,Angela baby微博发了何时能享受一下属于我的海绵蛋糕 科普一下,海绵蛋糕是小明大哥越语谐音 后来,李飞儿就在博客上写到蛋糕发没了 后来李飞儿和黄晓明分手后 还曾经提到过,有一次她无意中翻看黄晓明的手机 看到baby发来的一条短信,你到底什么时候给我答复 我要的是一个男朋友,不是sexpartner,炮友 那时候李飞儿才知道黄晓明出轨了,于是选择退出 这就是有名的短信能事件 虽然是后李飞儿知道自己失言,疯嘴不再提黄晓明和baby 但她的醋意已惹怒了黄晓明,但baby却要多谢她 因为黄晓明怒吃李飞儿借她炒作,维护baby也就是变相为她证明 所以结合现在小海绵这个秘称,再看看当时的旧贴和新闻,突然发现娱乐圈的八卦哦,时间会证明给你真假 至于angela baby有没有整容,等以后小海绵长大了,自然有分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